这个时候养护兰花 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带病过冬 因为很多花有养的兰花 总会有一些斑斑点点 胶尖枯叶的问题 如果说这个时候 你没有给它做处理 那么开春 长出来的新芽 也容易出现斑点胶尖的问题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 接下来大家一定要记好了 把这些胶尖的剪掉 有斑点的叶片也给它清理掉 枯叶也给它清理掉 接下来呢 我们给它喷一喷这个植物通用的花瓶康 这个花瓶康 对付兰花的一些斑斑点点 非常不错的 如果问题多了 我们给它三天五天给它喷一次 连续喷个两三次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我们可以十五天给它喷一次 作为预防 这样的话呢 你的兰花就可以健健康康度过这个冬天 开春之后长出来的新芽 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不然的话 你的兰花春季长新芽 还是容易出现这些问题 那么就会导致你的兰花一整年生长不好 当然了 这个植物通用的花瓶康 除了兰花可以用之外 家里面的所有花灰绿瓷 出现斑点胶尖黄叶的 我们都可以用 不管你养的是月季茶花三角梅等等 都可以